好的我们这边来看加对战朱雀的第一局上半场军功场上来就讨女巫啊 今天朱雀主场上来选过军功场讨女巫 那么证明什么呢 证明阿福一定是苦练过女巫了 特别在这张地图 就上来就给阿福选的嘛 因为皮皮在这张地图要选的是什么呢 邦邦雕刻这类的角色 虽然说皮皮也有女巫 但是皮皮的女巫不知道有没有练过 但是阿福这边拿出来一定是苦练过的 就我们看看今天打出来一个效果啊 之前第一场的话 好像阿福更多的还是偏向于雕刻家 球者这边呢就这套阵容 我觉得打女巫可以打 但是呢守木人这个点 我觉得到如果换一个那个病患啊 我觉得可能对于球者来讲 上限会更高啊 上限会更高 就是下限的话呢 就守木人这边守住了球者下限嘛 他这边前锋就算是可能出现现问题 守木人这咋还能救嘛 相对来讲会更稳一点 这边找到机械师 开局的一个节奏还不错啊 阿福这边绕了一圈排点排清楚 找到机械师 信徒往前一走拦住机械师的路 那么这边的话有机会能抢一个窗 看你要不要翻 原生信徒跟过来了 这的话是一个白漂刀 上来直接就是白打一刀 然后拉信徒这边反走 这边应该信徒一个反走 然后本体拉上去以后 前面封个窗或者放狗都行 我觉得放狗吧 直接狗子咬住好了 对直接狗子咬住 要的就是快速击倒 我不在乎我这边消耗的狗 也不在乎我这边消耗信徒什么的 一刀隔双刀打倒漂亮 就这个击倒快 然后这边因为又有地压室 阿福这些地压室往里挂 球者这边甚至可能只能卖掉的 大老师也给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 这边是地压室吗 不是地压室好像 是是是是 对我刚刚看到这边有个栏杆 我以为不是的 我前面透过窗好像看到是个地压室 那这个局要救的话 最好是直接一波撞救 要么就选择卖掉 守木人卡着 这边追一刀心理学家 阿福压住这台机子 这个局阿福平局是肯定有了 开局节奏非常的好 前锋这边压一手 让前锋来救吗 这个时间点前锋来救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卡着 心理学家的机子被干扰 这边得拉 拉到下一个点 然后待会看情况再来补 守过半以后 阿福这边应该是顶出去打了 守过半以后 这边应该顶出去打了 过来来找 本体这边的寄生CD也是好了 找到前锋补一个性度也挺不错的 外面去补一个性度也可以 控制外面的机子 穷者这把的话 机子还是修的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看到 技术师的娃娃 这边机子能亮掉的话 对于群者来讲 结实挂飞应该能点掉四台机子 或者说总量加起来 应该能修掉四台机子 差了100%的机 剩下三个人 那就看阿福能不能守住一个三连了 因为阿福现在原生性度 刚才守住的大门的机子 已经修了百分之九十几了 所以一点就开 你说真正的能压住来机子吗 可能也不是特别高 守护人这边要交 他们这边确实 这个卖掉机械 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要救的话 第一波就直接撞救 如果不救就卖掉 卖掉以后 却尝试打一个三人开门战保平 如果阿福这边有失误给到机会 那我这边守护人留个铲子 前锋留一些球 那开门战 冲冲看 能冲就冲 冲不了 也就算了 对吧 能保下平局就可以了 机子是真的剩下不多了 看似剩下四台机 我们可以看到两台百分之九十几的 球者这边的话 多修确实要多修 他们这个局多修才 有更大的一个资本 去跟阿福打开门战 但凡抢修 万一不小心倒在一台遗产机 这机子一架住 阿福底盘没有交的 到时候切一个失常什么的 人机双手 这个局就是慢慢阿福滚血球 完成一个多抓的 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 这种局要多修两台 就是两台备用机 阿福这边想站住中场 不太好站 不太好站 现在阿福需要的就是 考虑怎么切技能 因为球者没有救 所以说他没有第二波的一个机会 比如外面有个残血人 这边切个闪现 把人击倒了 网易产机一挂 这个局就是阿福稳稳的一个宝瓶真胜了 现在的话就宝瓶 你确实能保 有放狗 开门战狗咬住 留一个没什么太难问 但真胜的话不好说 真胜的话不好说 这里的话 球者这边也是打得很谨慎 完全不给到机会 看下这守木人铲子 能不能逼出来 利用前锋的信徒顶过来 把铲子给逼了 铲子给逼了的话 追刀 要打麻这个守木人 信徒消掉了 前锋这边信徒消掉 守木人拉到一个死角 白板守木 白板心理学家 开门战两个白板 那我觉得 穷者三跑的可能性不高了 这铲子一消掉的话 三跑的可能性应该就很小了 然后阿福这里的话 也是始终不切技能 要等 等到开门战的时候 看需要闪现 我切闪现 需要传送 我切传送 因为开门战 如果留狗的话 有一个狗切船 狗切船的配合 之前小城市经常打出来的 也不是经常吧 打过两次 这个是需要很多的 一些因素来进行看的 就是是否需要这样子打 这边呢 追到前锋 最后台鸡子 外面的话 其实守木人 这边是一个空档 他可以新修一台鸡子 这边我们看到 守木人也去修了 穷者这边果然是修了7台 但是这边的一个慢翻 打出了一个震慑 这个震慑 对于穷者来讲 其实挺伤的 为什么呢 外面两个人都是白板 如果被架住的话 离一刀外一刀 这个人都有可能救不下来 然后阿福这边的话 可以把人挂到沙包废墟这边 然后来干扰密码机 补一个信徒 守木人这边要来救人 心理学家这边 心理学家这边鸡子40% 我们可以看到最终 穷者这边确实是修了三台鸡 修了三台鸡 就在最后还剩一台的时候 总共修了七台 没办法的 因为前期的一个节奏 是女巫的一个天狐开局 所以说对于穷者来讲 真的是没有一点点容错的 你但凡抢一台鸡子被架住了 然后外面又没有补的鸡子的话 没有补充的这种后续的鸡子 是很有可能一波就被摁死了 这边强行想要削信徒 阿福这边是已经拉原生 去干扰这边心理学家的鸡子了 这边心理学家的鸡子89% 能不能点亮 能点亮的话三人开门站 这边不点亮吗 这鸡子 一刀打 点亮 这边阿福 这刀打的是不是有点急了 那这样的话 开门站 守木人这边得给他补上一个信徒 然后看要不要 先放狗 咬住补信徒打 还是用原生来打 应该是待会要切传送了吧 狗切传又来了 又来了这个套路 又来这个套路 狗切传一刀 好的带走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女巫的视野当中 怎么连这个人都没有的 补一个信徒给前锋 补一个信徒给前锋 拦住前锋 但前锋有非常多的球 这边的门 百分之六十几 前锋当然也过不来 这边传送 封住前锋 前锋的话 要把这个人赶走 前锋这边有球 有球 篮 能走吗 不好说 拉球 好的走了 可以 可以 这把的话我觉得 两边是一个正常的交换 通过第一波卖掉 机械师这个队友 不给阿福多余的伤害 让他没有办法去 在挂飞第一个人以后 追第二波节奏 然后通过中间的一个拉扯 阿福的话 这边也是通过 慢慢的找机会 已经逐渐的把局势 掌握在自己手上面 但是这个掌握局势的时间点 晚了很多 穷者这边 已经外面多修了两台机子 所以说呢 他真正想要控场的话 已经来不及了 也没办法 因为你要控场 那么这边穷者外面 对吧 慢慢蹭一点 你也不一定控得住 主要还是低波没救 这个选择比较好吧